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美国亚利桑那举办的Intel Vision 2024上,面对AI所带来的机遇,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放出豪言壮语。 围绕AI的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每家公司都在加速成为AI公司,这一切都需要半导体技术提供支持。 从PC到数据中心再到边缘,英特尔正在让AI走进千行百业。 它们将再次改变世界。 在此次大会上,英特尔宣布推出全新一代AI加速晶片GODI-3,数据中心处理器SEAN-6,以及下一代酷睿Ultra客户端处理器家族代号Lunar Lake,集中展示了其在AI方面的强大创新能力。 英特尔首次提出AIPC概念,是在去年底举行的主题为AI Everywhere发表会上。 英特尔正式推出面向AIPC的处理器产品,戴号Meteor Lake的酷睿Ultra。 酷睿Ultra被英特尔视为40年来最大的架构转变,采用分离式模块架构,首次采用Intel 4制成工艺,也是首个集成NPU的英特尔CPU。 整体AI算力34Tops,可支援200亿大模型在终端运行。 基辛格表示,英特尔酷睿Ultra处理器为生产力、安全性和内容创作提供了全新能力,并为企业换新起PC设备提供了巨大动力。 截至目前,AIPC出货超过500万台,预计2024年将出货4000万台,以及超过230种的设计,覆盖轻薄PC和游戏掌机设备。 基辛格介绍,英特尔将于2024年推出代号Runer Lake的下一代英特尔酷睿Ultra客户端处理器家族,将具备超过100Tops平台算力,以及在神经网络处理单元NPU上带来超过46Tops的算力。 相比于上一代产品,AI效能提升三倍。 目前,行业对于AIPC所具备的算力要求,一般在40Tops左右,如高通去年年底推出的45Tops算力的Snapdragon X Elite平台,以及AMD的锐龙8040行动处理器的39Tops等。 而此次英特尔推出的新一代的酷睿Ultra,将首次实现AIPC的平台整体算力突破100Tops,显著提升AIPC的能力表现,也为AIPC注入更多创新的可能。 此次大会上,英特尔海尔宣布,为其数据中心CPU产品组合推出了全新品牌命名,原代号为Granet Rapids和CNFOREST的晶片,现在将被称为CN6系列。 这些晶片计划于今年上市,并将支援全新效能提升的标准化NXFP4数据格式。 英特尔在去年公布了其2023年至2025年的智强Gian处理器路线图中,显示未来智强系列处理器将分为P-Core和E-Core两个系列产品线,前者就是之前传统的智强系列,后者是新增加的能效架构,将提供更好的电源效率。 CN6是首次采用Intel 3制程工艺的产品。 据了解,配备效能核的英特尔智强6出产入,此前代号为Granet Rapids,包含了对MXFP4数据格式的软体支援,与使用FP16的第四代智强处理器相比,可将下一个令牌Token的延迟时间最多缩短6.5倍,能够运行700亿参数的LAMA2模型。 而配备能效核子前代号为CLR Forest的英特尔智强6出产入,相比于第二代智强,机架密度提高2.7倍,机架数量从200个减少到72个,客户能以近3比1的比例替换旧系统,大幅降低功耗,每年能够节省100万瓦能耗。 另外,去年英特尔高低二加速器发表时便引发广泛关注,被视为AI领域英特尔向辉达发起冲击的信号。 英特尔在这次Vision活动上详细介绍了其专业人工智慧晶片的新版本,该晶片瞄准了。 回答,在为人工智慧提供动力的半导体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科技公司正在寻找人工智慧所需稀缺晶片的替代来源。 英特尔战略和产品管理副总裁Jenny Borovian表示,他们的客户首先要求在行业中进行选择。 他们来到他们这里,希望英特尔作为运算领导者能够跟随生成式人工智慧浪潮并提供满足他们需求的解决方案。 他们正在寻找一种开放的方法。 英特尔和AMD一直在努力生产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晶片和构建人工智慧应用程式所需的软体,这些应用程式可以成为挥达的可行替代品。 到2023年,挥达控制了大约83%的数据中心晶片市场,其余17%的份额大部分由谷歌的定制张量处理单元TPU持有,但该公司并不直接销售这些单元。 英特尔使用台积电5奈米工艺制造晶片,高低三包括两个融合在一起的逐出力气晶片,速度是其前身的两倍多。 该晶片被设计为与数千个其他晶片串在一起,这样可以产生巨大的运算能力。 比如,具有64个第五代张量处理核心和8个矩阵运算引擎,采用128G速率达3.7T每秒的HBM2E记忆体和96M速率达12.8T每秒的S-LAM, 还具有24个200G以太网、RDMA NIC以及最高16条PCI5.0总线。 高低三还支援多模态、大语言模型、文本图片生成、翻译、问答等常见AI功能。 在软体生态方面,英特尔高低三针对生成式AI提供端到端全站AI软体解决方案,包括嵌入式软体、软体套件、AI软体、AI应用。 据了解,和上一代产品相比,高低三的FP8效能提升2倍,BF16效能提升4倍,网络频宽提升2倍,记忆体频宽提升1.5倍。 高低三的产品线,包括加速卡HL325L、PC CM以及伺服器主板HLB325。 英特尔高低三提供开放的基于社区的软体和行业标准以太网网络,允许企业灵活地从单个节点扩展到拥有数千个节点的集群、超级集群和超大集群,支援大规模的推理、微调和训练。 按照计划,英特尔将于2024年一季度将率先推出高低三风冷板样品,二季度推出夜冷板样品,并今年第三季度通过OEM系统大批量上市。 英特尔称,与辉达H100晶片相比,训练效能提高170%,推理能力提高50%,能效平均提高40%,运行人工智慧模型的速度是H100的1.5倍。 此外,英特尔表示,高低三将与辉达最新的H200大致相当,在某些领域甚至表现更好。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两家使用的都是台积电N5家族工艺技术。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